很多人应该还记得电影《尸姑》 这里边的人物原型就是山东辽城的郭刚堂 2021年的夏天 郭刚堂历经24年 终于找到了被拐走的孩子郭震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两鬓斑白的郭刚堂骑上了摩托车 再次出发 与原来出行挂满这个寻情海报不一样的是 这回他的新旗子上印上了什么样的字呢 寻子感恩万里行 郭刚堂表示说 整个行程计划一到两个月 这次出发一方面是感谢那些一路上帮助自己寻孩子的好心人 另一方面也要通过自己的寻子经验 来帮助更多的家庭寻找亲人 做了一个小程序 天涯寻亲 让大家去认知的 用那个小程序 让这种寻亲变成很简单的一个双向 更多的人知道怎么捷径的去帮你 差不多一两个月吧 车不一样 路也不一样 自己也注意一下 觉得不管做什么 你只要是用心去做 都不会做他家 我们ologically 没有 不是 经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